大家好,我是五仔 娛樂集敢,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廣播 剛巧又多了一宗消息給我看到 張明偉、佐治現在跟李麗珍的女兒拍拖嗎? 是的 哇,厲害 佐治哥 以前張明偉都在五仔裡,劉阿賢有聽到五仔 說洗澡的時候最喜歡聽 哇,看到你這宗新聞真是恭喜了 唉,真是 你未來外母我都是粉絲來的 哈哈哈哈 雖然你未來外母有時候聽聽我 恭喜了,恭喜了 好多話跟大家說 我這集一次過幾張圖都不知道怎麼做 譬如 張秀文 店頭 就與 一位TVB藝人走了去旅行 哇 開心了 肥仔 何遠東 張秀文已經嫁了人 你們兩個去旅行 她老公知道嗎? 這樣行不行 是的 之前有些女兒都聊我去旅行 沒有發生過 一旦只有我講 她們真的做了 你們兩個都好 私交甚睹 很多人關注這宗新聞 另外 蛋哥 鄭丹瑞 嫁女兒 哭成淚人 不是說只是交加拿大帥才哭成淚人 女兒出嫁了 都是哭 她很疼女兒的 我記得蛋哥 我們小時候有隻兒哥 那個 女兒 什麼 那夜爸爸跟你拖背脊 類似這樣的歌 那夜爸爸跟你拖背脊 類似這樣的 很疼女兒 哭 這件事 聽起來也挺淒涼的 其實女兒和爸爸的關係 真的很情人 那種感覺 就是不會有那種 肉體的關係 就是那種關愛之情 是的 就好像看著你的女兒嫁人 但是你又不能不祝福 就是那種感覺 看到蛋哥的樣子 要不要這樣 要啊 樣子都這麼大 你怎麼跟著別人 跟著別人的星 另外有一些 唉這件事很可憐 陳彥恒透露爸爸離世 網友又關注他的情緒 對啦 跟阿航姐說幾句安慰的話 等一下會 陳彥恒 無線五美 美女 現在都差不多一樣 還有哪一宗新聞呢 這宗人 那個 黃志文 前無線花彈 過了ViuTV被人笑 被取笑 寫著名影聲 說他的名字很暗 他說拍什麼聲呢 藝員而已 演員而已 頂盡是知名演員和藝員 他們都不認識的 你們看宣傳二 多少那些走出來 沒有人認識的那些 說香港紅星 這個著名影聲 不是嗎 這樣在欺凌別人 笑一下也不要緊 有人笑一下 好過沒有人理會 這個世界這樣 有人理會好 我們就從哪一宗開始說呢 先說了阿佐治 佐治和 是否叫許依容 是呀 許依容 李麗珍的女兒來的 拍拖 我之前說你們兩個是 怎麼樣 秘戀一年 不是秘戀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都覺得他們是 那就好 都說你們兩個輪廓 這麼不同的時候 兩個不同的基因 正 阿珍姐的遺傳 挺好 都是阿媽漂亮 不好意思 我真的 阿珍姐真的 剛剛看了一張照片 擺的表情也很漂亮 那女兒也很漂亮 阿女兒也很漂亮 阿佐治哥也很漂亮 我都說你 你的頭髮 是很特別的 是很特別的 其實你是man的 你短頭髮也很帥 你相信我 不過很難的 很難的 因為你現在都很帥 即是牧村拓栽的頭 很難的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放得開 我們陳豪那樣的 好了加油 祝你們有情人忠誠眷屬 好吧 好 那先說一下這個 什麼 美麗四十路 王志民 跑去做評判 很漂亮 王志民 還是 那些人經常說 吳仔 你每個女兒都說漂亮 不是的 很少稱讚網友 那人家是明星 是不是 這是大台花彈 不漂亮 你猜可以做 我沒有稱讚過蛇絲曼漂亮 不過我也說 我不覺得漂亮 但如果她是明星的話 她也一定有她的漂亮 我喜歡欣賞別人多一點 那王志民是漂亮的 保持得也好 露出肩膀多漂亮 身材比阿嬌漂亮 阿嬌這樣穿 打摔角 真的 穿條吊帶 The Rock 走出來 那天前TVB花彈 就走出來一巢 那些網民都說她很漂亮 你女兒 說笑 你猜 說她去ViuTV很新鮮 新什麼新 一台禁二台 有些人會這樣說 大台不做 只是做納米台 有沒有兩點收視 未必有 哈哈哈哈哈哈 這件事完結了才說 用來撼人中年好聲音 會被人看 那樣搞法 變成是 都是用無線人去 令到她有話題 那些網友就說 她說 你的type圖 著名影聲王志民 聽起來就怪怪的 藝人 什麼影聲呢 影視 歌影視 影視 通常影視說影是電影 影像 影像的藝人影聲 是啊 沒有的 譬如你的type圖很容易被人笑 譬如有人叫做名嘴 名什麼嘴 你都罷你 哈哈 哈哈 網絡人 網絡人 人是要加個紅字 一定有人不喜歡 他說 你不寫TVB離巢花彈 那不要亂寫別人的公司名 你也幫人買廣告 不過其實 黃志民拍了TVB這麼久 對 那陣子脫掉 其實魚不過糖 也不肥 很多藝人都脫掉 林峰也過ViuTV唱歌 超級 你沒聽的嗎 林峰不紅一點嗎 林峰還是黃志民紅 1 2 3 1 還是林峰 傻的 人家是紅館開演唱會 不是也是過ViuTV開 唱歌 真是不知道那些人怎麼看 不要緊 最緊要是有得了 有曝光 黃志民保持得漂亮漂亮 那些網友笑人 就說頂多是藝員 一線的大哥 擔起台戲的女主角來的 有些人說大台不做就做小台 那樣神經病的 大台張若談不成就要走 傻的 傻的你都 不加工資 你跟老闆拼命 對不對 魚不過糖不肥的 這些 很喜歡看她的演戲 很演技 演戲的時候 不覺得她這麼漂亮 出來不說話 就是 坐在下面穿一件晚裝 也比她漂亮 其實她是普通的 吊帶背心 不過她就是 身材保持得好 好了 另外說說 女兒 女兒嫁人 對 鄭丹瑞哭成女人 哎呦 怎樣 需要這樣嗎 需要這樣嗎 網友說一定很幸福 很矛盾 鄭丹瑞 女兒叫鄭瑤 鄭瑞抱著她 從後抱著她 哭成女人 不捨女而出 場面感動 感動 挺陰質 外別離婦 感動 女兒長大了 彈哥的相也挺神仙的 其實 我們懂得看相 經常說自己懂 懂一點 耳朱很大 鼻子很長 彈哥挺好人的 彈哥 不知道記不記得 當年拍 陳柏林見鬼十 你做導演的 那個宣傳片 吳仔就是那個鬼頭 被一個足球 一腳踢足球的頭 我當時做了表情 她說我很好笑的 彈哥的身份 沒有架子 很好 很好 現在也很好 服務眾生 在這裡拍攝健康彈 人始終會有個過程 這些就 沒什麼 嫁到一個好男人 就行了 金庸才俊男友 喂 就行了 女兒挺漂亮 不像鄭丹瑞 幸好 她老婆應該也挺漂亮 如果這樣 就是彈哥 彈哥真的不是英俊 老實說 她老實說 很有才華 說話 說話好聽 在電台也做的 人在統籌方面也有 我看過他做笑片 風塵三峽 毛周珠 做電影也挺好看 之前也拍那套 小男人周忌嗎 是不是 Dudu做你老婆 然後找誰 鄧月平做她的女兒 我有入場支持 支持你彈哥 現在這樣 這些是人生階段 好事 你寧願女兒嫁不出嗎 不會 你有擔心 有人要照顧她 下半世 就是這些 可以的 嫁得好就可以了 另外再說一下 韓姐 一件喜事 一件一紅一白 人生就是這樣 悲歡離合 沒辦法 韓姐 就說爸爸過了身 網友關注她情緒 就叫她撐住 她說爸爸天家再見 應該是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的說法 來了一輩子 不少網民都留言哀悼 亡父一直走 這樣說 我留言 看到很多人都很疼 陳彥恒 叫她撐住一行 希望陳彥恒至愛順便 繼續好好生活 一定會 我也這樣說 我這樣說 她有女兒來的 陳彥恒 是誰 她的父親 是王子華的司機 行了 陳彥恒本身是有錢的 是有錢女 我們 擔心自己好過 有錢女就不用我們擔心 其實經常都說 那 有什麼說 因為她本身 我是佛教底的 她是天主教底的 都是一樣的 如果這樣我反過來 用基督徒的角度說 上帝做人 都是安排我們 有這些起承轉合 有這些悲歡離合 有此有終 是這樣的 既然有一個信仰的依歸 可以上去 那也是好事 如果沒有信仰 接觸不到神 或者接觸不到佛教 這樣 做人也有時候 沒有方向 不知道做什麼 在這個宗教裡面 吸收了很多善的知識 對社會好一些 在社會裡 發放多一些正能量 真善美 那人就開心 你覺得人開心 心每一刻都在天堂上 很開心 那你跟天堂有感召 那大家以後就 非常好 不用說以後 現在 當下也非常好 表示祝福 有什麼情緒問題各樣呢 有空找我聊聊天 不過我不認識她 只是這樣說 誰來我都對話 加油 好 接著說說八婆的事 什麼事啊 張秀文 張秀文 張秀文真的很有趣 張秀文身材好 有些女生不太喜歡她 你問我 我知道 覺得她孝 以前小時候 也有些感覺 孝男人喜歡 笑起來有酒粒 張秀文很棒 那一次很可笑 除了她自己本人有聽 她就知道我說什麼 Dr.Lo那時候 在銅鑼灣開了一間珍珠奶茶 叫了那些女生 東張西望的主持 和張秀文也有去撐場 五仔有份 Dr.Lo 是TVB的非執董 我認識她 是我以前公司的董事 她去撐場 給面子 看到張秀文和 聖班TVB的女生 張秀文那時候 她 乌身 坐一坐 怎麼知道公仔 手指向上 一坐 屁股刺到她的手指 嘩 硬到那裡 然後很痛 雙手在那裡搓 看到我們真是開心 哈哈哈哈 不是 那時候 反應即使 哎呀呀 刺到那裡 給我這些東西看 真的很開心 這些 是 小小的經歷 吃一下冰淇淋 張秀文原和何遠東 私底下 不是有過節 很粉絲 女方淡出娛樂圈 基本上不用做 一個老公有錢 整個說什麼做人 還沒有 對 又說生孩子 那現在 竟然可以走了 跟兒子去旅行 老公有沒有跟進去 我看到何遠東 社交平台上載這些照片 原來她說叫Sammy 因為她叫秀文 她說全個有寶寶 但是身材飾得爆 應該都沒有了 是的 應該沒有了 那就說她兩個 放一些很親密的姿勢 這樣說 有她別的朋友在那裡 不要說這麼曖昧 有些報紙 只是 插她兩個頭出來 這樣 她就想 哈哈 朋友都可以一起去旅行 這麼朋友 還假裝偶遇合照 她現在是闊帶來的 張秀文 她的樣子都很年輕 很幸福 很開心 原來那個 阿東東 何遠東 就說他們 有共同朋友 試過約一起打麻將 又很傾 很傾 很傾就熟 不過現在三缺一了 他說那天 那個男生 他原來教完書一起放學 拿到行李去機場 然後就 那秀文就 當然不同了 他說很多謝闊太 都肯陪朋友去玩 他說至於他有一份 演的企業強人 那何遠東就說 我很喜歡 我們那條支線很貼地 監製用很多時間 找了一間店 就扮我們的物流公司 就像真度很高的 大家合作就愉快 他說現在忙著 戲劇教育 拍劇就看下有沒有適合 這樣的意思 就是TVB 有得拍就拍 沒得拍就什麼 那種 這麼開心 兩男一女去旅行 那男是誰 不是他老公 他老公又給他們這樣去玩 很相信我老婆 給我行不行 我當然不行 我就 我沒有可能 給自己的女兒和兩個兒子去旅行 沒有可能 不用說 我這女兒都不會 雖然 因為我這女兒 連正常朋友都沒有 這個是恐龍來的 我們要找恐龍 那張秀文 那張秀文 真是 沒有的 這些人人得而珠之 這些美女 是吧 張他軍 所以 男人說 我們普通朋友 你不要跟我來這套 大家馬路 那張秀文不是我的女兒 我說一下 說你 艷福好 有個美女朋友 正到鼻子 但未必有 不會 不會有什麼 越軌行為 大家有名有姓 正所謂 越都不越理 所以 你就幸福 紅顏知己 如果你說有朋友 就紅顏知己 就這樣 看看還有什麼 跟大家說 看一看 好像差不多了 真的沒有了? 沒有就沒有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謝謝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 拜拜